所有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要求我们来去做这张图 而且最多最多的是这一种呈现 例如说这个地方 这一张图 我们用这种叫做矩阵图的呈现方式 对不起 我直接改 直接改 这一张图直接用矩阵 矩阵是不是有国家 然后接下来资料行 他就直接用这个西元年 可以吗 可是他一次 他不比这么多年 所以他就用三选 三选他的年西元年他只勾选要比的2021跟2020 学问这种图你们是不是经常在使用 这不是图了表格 对不对 对 我再做一次给你看好了 我再做一次给你看 就是把表格变成矩阵 请问刚刚是不是讲这个样子 对不对 各个主要国家主要国家主要国家的进口值对不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因为我们要做成矩阵 矩阵就是上面放年 好 2021 2020 而且你还不能放太多年 对吧 然后请点指正 所以资料列 媒电就是那些主要的国家 然后接下来我们资料行就是西元年 然后接下来我们那个这个筛选 筛选 因为这样子的内容 其实他会从2011一直画画到2021 所以请把这个筛选 筛选我看到啊 这个西元年打开来 因为他是文字 所以就只能用勾选的方式 我就勾 我只要看2021年跟2020年 完整的这两年的一个比较分析 可以吗 好 这个是 这个是非常容易被看到的